好 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彌陀佛 今天有做個調整 在這裡跟大家致歉 因為剛好韓學院有養生的課程 請周醫師 楊醫師給我們談養生 尤其是食療 抱歉 剛剛先斷了 我們剛剛提到這個假身 我們要把他愛護好 你不能太貪愛他了 你也不能糟蹋他 所以修行 論語當中講過由不及 所以魯家講中庸 佛家講中道 都要調整到適中 不能過 不能不及 尤其孝經提到 身體法夫 受之父母 不敢毀傷 孝之時也 母活一百歲 常憂八十兒 我們學大成佛法是要利益眾生的 假如連父母的心我們都安不了了 那說要去安重身心 這個就說不過去了 所以一個真正能體恤父母老師 他才能去體恤眾生 所以懂得體恤父母 一定可以感受到 這個父母真的是 時時都牽掛著孩子 所以一個人成熟 甚至於一個人修行 有提升 展現在哪 讓父母老師不再抄他的心呢 所以剛剛我們有參與到這個中醫的課程 所以做了時間的調整 在這裡跟大家致歉一下 這個法輪未轉 十輪先 而且這個十輪還要會吃 不能吃偏了 吃出病來了 那不行 定力不夠的時候 這個身體一不舒服 你想用功都不容易了 好 那還要致歉的 我們好像好久沒見面了 這個剛好七月份活動比較多 那還要再一次致歉的 這個 下一次課啊 要再請假一次 好 因為剛好啊 20到27號呢 馬來西亞辦大專營啊 所以這個 那邊網路還沒有拉好 好 那個要拉線啊 剛好當地在修路 一時拉不好 這個是政府負責的 我們也不好太催 那辦這個大專營啊 也是有聽到一些 會長 老同修 他們都很有責任感 就說到了 這個道場裡面呢 不能都只有老人呢 道場要一帶一帶乘船 來鴻滬正法 所以要接引年輕人 那當然這個 首先是師父上人互念 錄持這個李敏南老師啊 開辦了這個大專佛學講座 一直持續到現在 台中聯社的師長們也特別可貴 這些教學都沒有間斷 這個離老離原籍已經了37年了 但這些教學都沒有間斷 這個是很令我們敬佩 聽到這些會長長輩這麼一提啊 我們也要帶動風氣 辦一個這個課程 所以可能大家今年會覺得成德比較忙 因為這個馬來西亞這個方會長 他是最早到新加坡 去騎請老人家到馬來西亞紅髮 他是最老的長老了 那當時候就有提到了 這個很多年輕的會長 這些理事啊 他們可能接觸老人家的經教理念呢 比較少 因為你是社團呢 那都要改選的 所以他看到了 他都很關心 所以我們在去年初 他們有兩年一次的 進宗聯誼會 大馬來西亞全國 還有30多個進宗學會 大家共聚 那因為老人家在七月份呢 緣集了 那大家十二月初啊 三天的時間就是討論了 老人家 老人家他在佛門呢 他要做哪些事情 比方說這個弘揚淨土啊 比方說培養弘法人才啊 包含老人家在傳統文化當中 要做什麼 一條龍啊 辦漢學院呢 辦這個道德講堂啊 這些種種理念呢 大家一起探討 包含老人家一些舊式的理念 把能夠把宗教種族啊 團結起來 還可以帶動世界 恢復安定和平 那老人家這個棒子 已經傳到我們弟子手上了 我們以師志為己志 大家建立共識 因為我們盡忠的精神呢 是各自獨立啊 還要相互支援 尤其是老人家特別重視的 這些姻緣呢 我們一定要支援 整合人力 物力 財力啊 來成就這一些事情 所以十二月初 全國聯姻會 三月份呢 護法培訓 有三天 那來的都是會長 幹部 這個一個道場的興衰啊 護法比紅法還重要 護法護得好啊 紅法的人才能安定的教學 護法一震動了 這個紅法的人可能要走人了 老奧上說不要請人家 不要讓人家開口啊 幹苗頭不對 趕緊走了 那五月又有辦紅法培訓 依照師父上人 曾經在新加坡 紅法培訓班呢 有十一節課 教導實用演講術 還有內典講座研究 也是老人家紅法的這個 心法都是和盤拖出 那這個就前後有八天的時間 所以這些事情啊 都要很紮實的 而且要持續的去做 這樣我們鴻豐的人才才能穩定的成長 我好像也跟大家分析過 萬法因緣生啊 在這個時代的因緣啊 確實是很不容易啊 老奧上已經留一句話 給我們這一輩的人了 我們紅法呢 比他老人家難十倍百倍啊 都不止 那紅法難十倍百倍啊 請問大家護法難度怎麼樣 我看這個是差不多 那謹慎 為寶家之本呢 我們要護好 佛法 要護好眾生呢 這個謹慎是很關鍵的 不能掉以輕心啊 那一百年前 紅法是開悟的人 護法是紅法退下來的 因為他有經驗了 這個方向他能把握正確了 但現在一百多年後了 紅護我們都不是從小學的 內的煩惱 比一百年前多了 現在外在的誘惑啊 那不知道比一百年前多多少倍了 你看內外 難度高了 所以夏老說的 所以夏老說的 外膜內障啊 內的煩惱障啊 無人不拒 邪多正少 退役進來 紅護的工作啊 容易退啊 進步難啊 這都是因緣客觀的分析啊 當然李老說的 困難越大 功德越大 越困難 越困難 讓我們考慮得更周到 考慮得更深入 當然這一塊啊 其實老和尚在講經當中都教了 我們不能忽略他老人家留下來的 法身設立啊 以紅法來講 這個老人家有交代了 這個紅法啊 像他老人家都跟 漢學院的學子說了 你們以後畢業啊 都住在一起 不要分開 然後啊 這個 請這個武董 蓋大飯店 每一個人 兩間房間 一間休息 一間呢 讀書 那隨時出來都有東西吃 這個就是配套了 就是不能單打獨鬥出去後發 大家都不是從小了 根基不老 依重靠重啊 陳德 陳德甚至一見到一位講學 很受到 聽眾高度肯定的 老師啊 他在馬來西亞清靜牢上 他在馬來西亞清靜牢上 牢上當面跟他說啊 說你60歲啊 再出來紅爬 當時候 40多歲啊 我當時候聽了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現在這個五一六成 彩色名利的強度太高了 甚至於大家聚在一起呢 都要形成呢 悟念機制 大家要走實修 執行是道場啊 要互相善相勸 來提醒 要形成這種氛圍啊 這個一眾高眾的力量啊 才能出來了 啊 畢竟當局者迷啊 旁觀者清啊 而且呢這個紅法的心態啊 那一定要鎖住老兒上的教導 不鎖住啊 這不然是不大可能的 那老人家都很牽退啊 他都是自己獻身說法 他說我自己紅法 只有我是學生 其他聽的人都是兼學啊 我給大家做報告啊 所有紅法的人一定要效法這一點 這一點不效法了 那這個紅法的路啊 要全身而退 挺難的了 孟子提醒啊 人皆好為人師啊 那這個 國家也提到的 四大煩惱長相隨 這個 第七莫那式的表現呢 四大煩惱長相隨 其中有一個就是我見了 還有一個是我見就是這個身見了 所以修行的人呢 對身體的這種執著啊 慢慢放淡 你執著這個身體啊 這個就是輪迴心啊 我們這個 日味啊 對世間五一六成來慢慢淡 常常思維什麼 思維西方極樂世界一正莊嚴 西方的莊嚴像 西方的殊勝功德啊 你看我們這幾節課 一起進入這個48月呢 你越學越覺得不可思議的境界啊 這個凡夫一平 見識煩惱都沒有斷 往生之後 得到受用這麼大 真搞清楚搞明白了 這中了佛門第一特獎啊 那不去的話 洪一大師說非語即狂啊 好像李敏仁老師也是這麼強調了 所以對世間不能再每天忙得熱火朝天的啦 不能忙這些世間事啊 大家不能聽偏了啊 這世間事就是追名逐利啊 這些五一六成啊 不是不盡本分啊 這個一聽偏了我 我又有罪過了啊 絕對不去攀緣 安住當下 正修念佛 助修 急功累得 扮演每一個角色用真心啊 都是斷惡糾纏 急功累得 助修 正助雙修啊 一定成就的 就能萬修萬人俱啦 那四大煩惱其中還有一個是我慢 叫慢行很容易啊 起來 所以這個我慢已經是常常跟著的習氣了 假如一講學 別人讚嘆功為 都喊自己是老師了 假如沒有守住啊 老和尚那種講清的態度啊 只有我是學生的 其他都是兼學 我們仔細觀察一下 你看老和尚講清有沒有曾經說 諸位學生大家好 諸位弟子大家好 諸位弟子大家好 都是諸位同學 一談到要對治習氣啊 對治煩惱啊 老和尚都是我們要好好努力啊 老和尚沒有說你們要好好努力 這些地方我們都要善於觀察 就能學到老和尚的心境了 所以那天遇到一個 這都是老從人了 他們也都算了 這個16年前就出來講學了 那剛好他來跟我相處了幾天 那我有一些課程他也參與了 後來他要回去了 我就問他這幾天 參與這些課還有什麼感受啊 他就提到了 他說老師啊他們比較習慣叫我老師啊 以前叫習慣了啊 哎呀你太慈悲了 這個假如是我啊 依照我的性格啊 我會怎樣怎樣 我說等一下 停一下 停一下 你有聽過佛經當中有說 哪一個菩薩有性格啊 我說你看你一開口就是外行話 老和尚還特別講了 最佩服孔老夫子的八個字 大家想想啊 老和尚為什麼說 最佩服孔老夫子啊 這都是為了忽略我們講的 孔子是至聖心師啊 那至聖心師都要守了 我們能不守嗎 不守會偏的啊 數而不做不傲慢 性而好骨啊不懷疑 這兩句教詭啊 對治最嚴重的習氣 傲慢是稱會的核心啊 懷疑是愚痴的核心 所以我跟同仁交流了 我說下錯一個字轉語啊 做五百事也乎生啊 所以要數而不做啊 那這個我們觀察老和尚 好像從來沒有以私自居啊 所以我也跟他交流到 我說你曾經聽過我講說 我有哪個學生哪個學生吧 他想一想好像沒有聽過 因為首先我們要有自知之明啊 自己煩惱還那麼多啊 我們不用佛家的標準吧 你看儒家寒詩外傳 提到詩啊 自如泉源 像那個那個河流的源頭活水啊 泉源泉水湧出來了 自如泉源自會像這個 泉源一樣一直湧出來啊 行可以為表移啊 一言一行可以做表率 那中庸說的 動而視為天下道 言而視為天下法 行而視為天下者 儒家 學人 他是這麼樣自我期許的 所以要有智慧要有德行 那我們對照自己還差得遠 要有自知之明啊 才能去幫人家 自知啊 自我關照啊 我們自己關照不清楚自己 要去幫別人 不容易了 那當然成德分析到這裡啊 我看呢 諸位忍者也有從事教學的啊 可不要明天到了學校去啊 學生叫你老師 你說別教我老師別教 搞得這個 大家都有點不知所措啊 不要又一聽又直了啊 我剛剛是分析我們要有自知之明啊 那有這個自知之明的時候啊 別人一喊老師啊 戰戰將將 有鞭策自己的效果啊 假如聽的時候覺得 對我我我我就是老師 那這個就沒有鞭策的效果啊 因為畢竟呢 我們在學校裡教書啊 跟這些學子們呢 跟這些學子們呢 也是一個姻緣 我們珍惜他們的姻緣 珍惜他們對我們的信任 我們盡心盡力啊去教導 好 好 那剛剛分析啊這個紅法 包含護法 包含護法 然後這樣說了 一個道場要兴旺 講經不能中斷 除了大眾啊 熏悉不能中斷 我們看佛陀講經49年 佛是徹底覺悟的人 他假如講兩年 就圓滿了 他不會講49年 所以代表眾生要得度啊 他們有長期的熏修達不到 我們看五十日說法 就可以觀察到了 前面講阿涵12年了 方等8年 進一步講波羅22年 純大成 所以講大成以前呢 鋪墊了20年了 所以長期熏修 是眾生必要的條件啊 那以前佛在世就要熏那麼久 那現在更不用說了 古人留了一句話說 三日不讀書啊 面目可真啊 一天不看書熏悉啊 可能外的誘惑 就把內的煩惱給掉出來了 阿賴耶穌不好惹啊 你看個什麼東西啊 這個是染污的暴力色情的 哇 那很多種子都掉出來了 所以老和尚要守三個條件啊 不守心不能清靜啊 第四歸提醒 非慎疏 秉悟事啊 必聰明壞心智 我們自己冷靜想想 我們一把手機啊 一看個抖音啊 一看個短視頻啊 我們腦海裡會浮現什麼東西出來 你們看的時候會浮現 西方極樂世界一正莊嚴啊 那浮現的這是什麼 輪迴星造輪迴夜多了 我們對輪迴已經熟得不行啊 我們現在修行要什麼 熟處轉身啊 你一接觸什麼 你會起的念頭都是輪迴星的 你就盡量不能接觸啦 你就盡量不能接觸啦 連護騰十六正四啊 我們首先要會互念自己啊 我們要自知之明啊 我們一接觸 這些電視啊電影啊 你一看到這些景象啊 你就取向 然後分別執著念就出來了 你看了這些東西起情緒了 那都是分別執著念出來了 所以為什麼以前修行人呢 他要找阿南諾啊 大家別激動啊 不要我一分析完 你明天就上山去了 家裡人走不到你 警覺性有了慢慢調整啊 不要調整到到時候還得報案啊 我們修行啊 不能一下子 一直夺哪一法啊 如露無人之境啊 搞得家裡人都理解不了啊 像剛剛這個養生課啊 有一個同修 他出車禍啊 這個腳受傷了 腳受傷之後啊 敬仰啊 他拜佛拜一個小時啊 後來拜得很不舒服就不拜了 你看一下才過了 我們還是要對自己的身體 包含對我們的狀態 要有一種感知力啊 你車禍剛結束啊 你哪怕要稍微運動運動啊 10分鐘吧 慢慢增加吧 你一下啪就到一個小時 所以 感覺我們修行人 這種敏銳度啊 感知力啊 要提升 不能一直一直走啊 其他方方面面都考慮不到了 所以一直真的會成病啊 我們可以看看身邊修行的人 應該有這個情況啊 然後看完之後馬上拉回來 我有沒有如露無人之境啊 都沒考慮到家裡人的感受了 想法 這個不腦還有眾生呢 要從身邊做起啊 所以 這個古代啊 這些修學的考慮 我們現在啊 要更重視 因為我們現在內外的難度啊 比古代高太多了 古代都得強調這些重點 我們現在一忽略了 可能修學都上不去了 可能修學都上不去了 所以這個 古代修行啊 他到清淨的地方 不然 不然一點界定功夫都沒有 每天接觸的人士 每天接觸的人士 讓自己的心 煩惱妄想 越來越多 那你就修不成了 到一個清淨的地方 所以我們這個 比方說一個禮拜 能好好的半天 一天 靜修 好 維下這些功夫啊 可能我們都會覺得 每天好像都很忙 這個心啊 都有點安定不下來 那假如心都感覺沒有安定啊 那這個修學要得力啊 就不容易了 我們有一個警覺性要有啊 學如逆水行舟啊 不靜則退啊 要關照自己的狀態啊 師父領進門 修行要靠我們個人 要自我關照啊 不能說啊 我每天 有啊 早晚課我有做啊 早晚課做的狀態 是提升了 還是越做妄逆越多了 這個別人檢查不了了 得自己檢查了 假如做早晚課妄念真多了 那這個早晚課變成走行事了 修行人重實質啊 不重行事啊 那這個能夠啊 四元呢要淡啊 然後啊多靜修啊 離向清靜 所以老婆上有講 五十三餐裡面 有甚至是在市場 在菜市場修行人 大家不要一聽完啊 好 我在操市場去吧 那點工夫比較有了啊 偶爾去練一練啊 你不能常常練 我看你練不成啊 這個都是要有自知之明啊 那老婆上講的 道場啊 講經不能中斷啊 這個除了互念大眾之外啊 互念團隊的人啊 你護法的人 你不重視熏習啊 你一煩惱一起來 你做事的時候就是 順著沒學佛以前的習慣了 那就造業了 那就沒有辦法表法了 甚至於 你搞出人我是非出來了 那大家對佛法 甚至對 團隊 信心都影響了 所以配套啊 老婆上墨寶都有講啊 你行蹤啊要有法啊 我們今天護法辦事情 我要依照三根的標準 依照七個吉時 從第十規裡面挑出來 我們每天處事辦事啊 一定用得上的 就很常會啊 昨天一條龍課程 沒有即時確認了 人家這個道場就不知道 我那一節課要受相了 我不能想當然了 上個禮拜有受相了 這禮拜應該知道了 太多事情都是誤罪 我們沒有去即時確認 都是應該吧 以後我們起那個應該的 趕快即時確認了 我們說要上保險了 那是要double check 是吧 重複確認 這樣才不會出狀況了 所以弘法要訊息不斷 而且啊 而且啊 做事心中要有佛法 老上還特別交代啊 弘法的人要學群書之要啊 像這個我們長老誤道法師 他很用心啊 他講常禮舉要 他講這個群書之要360 我們華仗也應了不少啊 他也是都看到啊 修學的人缺這些基礎 他不學群書之要 修身齊家治國啊 或者工作帶領團體 他不知道標準啊 他不知道標準啊 心中就就沒有法了 隨順自己的習慣呢 很難不造業了 所以師父的話都是配套 都重點了 對 只要是護法 護人不學 群書之要 你哪怕時間再少 你哪怕時間再少 這360 當中啊 跟我們 工作很相關的 我們用點心呢 把它挑出來 挑個50句吧 你嘗嘗看 警覺性就越來越高了 這一段我也曾經呢 分享給一個團體的負責人聽呢 結果他聽完呢 回去安排 大家都聽聽 結果他不聽 所以我得再補一句 最高領導得帶頭聽才行啊 這個老爺上教過沒有啊 教過啦 老爺上讚嘆康熙雄正乾隆啊 他們都是帶頭聽辱世道專家講課 帶著文武百官呢 這皇子皇孫呢 來接受教育的 好 那我們 這個 淨路啊 是18月 這個 也跟大家都提到啊 好 我們要常常想啊 48願 是為我發的了 好 不能辜負阿彌陀佛 發的48願 而且呢 我們常常讀誦 深入48願的講解 這叫異佛 48願 成就了西方極樂世界啊 48願是阿彌陀佛的心啊 一暴隨著正暴轉啊 所以極樂世界是從48願 生出來啦 你都一直在思維48願 就是在異佛了 異佛念佛 現前當來 必定見佛 所以異佛念佛 所以異佛念佛是修行的重點 好 我們一不異佛念佛 我們就是輪迴星造輪迴夜偶 這個用功不能斷喔 今天天氣特別熱了 哎呀 熱死了 這個老天爺怎麼搞的 這種天氣啊 這是春恨星啊 這個是輪迴星啊 天氣很熱啊 馬上想到 還是去極樂世界好啊 吾有事實寒暑於敏之意 你看天氣熱 你把它轉成異佛啊 轉成在想著極樂世界的 一暴雙眼啊 都要轉喔 你那個念頭沒轉過來 須於被念佛之心 你沒有異佛念佛 就是被念佛之心了 擦那極節夜之所 你罵了老天爺這都有罪的 修行人不能怨天不能遊人啊 而且功夫啊 不能間斷 一間斷功夫就退回去了 所以《華言經》用《鑽碎取火》 來提醒我們 你鑽出智慧來啊 我們異佛念佛要念到現前當 結果鑽鑽鑽鑽 手穿了 歇了好一會兒 那個熱度都退掉了 要搖緊牙關啊 有猛精靜啊 分秒必真啊 就跟那個鑽木取火不能停下來啊 這樣用功下去啊 護照啊 很快就辦下來了 極樂世界的護照 鬥手了 你就安心了 老像講經的時候常說了 淨土慎賢路 好多都是三年 是不是他們壽命到了 這段話講給誰聽了 講給我們發願聽了 代表認真 依教奉行 不用太長的時間 就有消息了 那當然 這個 我們好好去帶動精靜 你不要 比方說人家到你們道場來參學 住個兩三天 你就問人家有沒有消息了 搞得人家壓力很大 才唸幾天佛 就要問人家有沒有消息了 但講話都要考慮到 別人會產生什麼感受啊 不然沒有這種感受力啊 學了佛講話給人家很大的壓力啊 好 所以這個學大成呢 有辱家做人做事的基礎還是蠻重要的 沒有辱家的基礎呢 你看愛你沒商量 強迫中假 我有遇過這個很 真的是很熱心的修行人 他對著同修說 我這個人的特色強迫中假 老和尚沒講的話 我們不能講啊 老和尚怎麼講呢 不要強迫 不要控制 這一生不成熟啊 來一生不能著急 要放下控制的念頭 要放下控制的念頭 強迫中假裡面可能就有控制了 好 那有辱家的忠術之道 術如其心 即所不欲 勿施於人 這個心境就容易感受別人的心呢 我這句話講下去 人家會不會很難受啊 你看孔子在論語當中 這一天去給人家吊咽 在人家商家身邊從來沒有吃飽的 就是他那種心就感覺人家 失去親人的難受 都是感同身受 包含見到這個 失眠 他眼睛瞎了 都能設身處地 在接待他的時候 有接了 照顧得非常仔細啊 那個 把人引進來了 已經在房間裡的有誰誰誰 趕緊提醒他 提醒他講話才會顧及到 現場有哪些人呢 某在世 某在世啊 我們在論語裡面都可以看到 孔子心地很柔軟 考慮事情很細啊 很感同身受啊 也包含講話 中人以上可以遇上也 中人以下不可遇上也 他講話他都觀察的很仔細的 那剛剛這個提到 所以這個清句啊 都不能無論存著啊 用心去感悟 自己要檢查 我有沒有意佛念佛 我不意佛念佛會怎麼樣啊 就跟我淨土違規的目標啊 背道而馳路 我們得一向專念阿彌陀佛啊 一個方向一個目標啊 一個方向西方極度釋迦 一個目標見阿彌陀佛 這個心啊越切 對世間呢就不容易留戀了 比較能歸心事件 所以這個大師之福善念佛原通章啊 教導的非常具體啊 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啊 就用這個意佛念佛的方法過了 後面教導我們修學的方法了 兜色六根 靜念相機 心靜佛土靜啊 所以 得把六根收回來啦 你六根把它放出去呢 都取向分別啊 勤子深重啊 求出輪迴 終不能得啊 我們去看這些 短視頻啊 看心有沒有起伏啊 許相分別啊 都感情啊 勤子深重啊 我們五死節來勳 這些東西已經勳得太俗了 現在不能再勳了 要用讀經來勳啊 你看我們借經典 脫筆一陣 嫌我至心啊 讀著讀著我們的善根就起來了 藉由聽經來增長我們的善根啊 不能再去勳五一六成啊 要收回來了啊 尤其年紀大了 老後上大家觀察啊 老後上90歲之後啊 講經提到修行啊 隨他去吧 順境逆境善緣惡緣 別再跟他打火熱了 隨他去吧 然後不能再隨著妄念一直走啊 你那個妄念呢 會去帶動過去生阿賴耶士的種子 這個我們自己都要自己觀察觀察 有沒有不經意啊 念頭出去了 想想想了好一回了 兩三分鐘過去了 哎呀我怎麼沒念佛啊 你看那力量很強的 起了多少個念啊 這兩三分鐘起了多少個念呢 都跟輪迴有關的 都有憂慮啊 都有憂慮啊 都有牽掛啊 都有過去煩惱啊 都有未來煩惱啊 都有未來煩惱啊 所以妄想牽絆皆不管了 一聲佛號要分明啊 剛剛跟大家提了 這個四十八願 為我發的 阿彌陀佛為我 於是老和尚何尝不是為我啊 祖師大德何尝不是為我啊 人真的明白了 高深大德的同體大悲啊 你真正體會到他的加持就到了 體會不到啊 他講的東西 你把他當耳旁風啊 或者這個走馬看花的 沒注意到啦 我們自己黃念主老居士 阿老人家往生前半年 一天十四萬生佛號 這表演給誰看啊 所有冬天的人都要注意了 當然不是冬天也不要掉以輕心啊 因為無常迅速啊 那 真的 世間的責任告一段落啦 隨他去吧 別在那操心啊 兒孫自有兒孫福啊 可能我講到這邊呢 這個當媽的人說 你沒當過媽你不知道啊 但是大家要知道啊 你當媽就是一個靜緣啊 你得在這裡練啊 不然你當媽心都操不完 念頭都不是異佛念佛啦 你這個你這個當媽都是操心 練到功夫成片了 你下輩子又當媽了 所以這個當媽是要練 用真心甚至要用般若 即向離向 即向今天有機會引導他呢 用心的引導他 可是在引導他的時候啊 心地是清靜的 心沒有一個求 你一定要給我記住喔 一定要不能再給我忘了喔 或者你不會講我還在那裡掛愛 有沒有聽懂啊 你沒有這些 忘念起來 這個叫極向 離向清靜 所以 那世事菩薩念佛原通章 這些句子啊 我們要重視起來 義佛念佛 都設六根 所以王老 他在報恩壇說到了 你多認識一個人啊 就像你的脖子上面呢 套了一個繩索啊 今天打電話給你 哎呀好久沒見了 喝杯咖啡吧 你就動了 改天另外一個親戚朋友 又給你打通電話啊 聊了半小時一個小時 大家有沒有觀察 自己微信裡面呢 現在有多少人了 假如不多啊 一天一個人找你就好了 那你要花多少時間了 所以已經超過六十歲的人了 要往內了 原藥都要往內收了 不能再過了 這個黃老講給誰聽的啊 所以這些善之事啊 都是良苦用心啊 我們向外著向太習慣了 太容易了 向內觀照 向內 反文文字性啊 這個 念得清楚 聽得清楚 念佛的時候 專注聽自己的佛號聲呢 就是在念 這個反文文字性的功夫 所以這個慈名念佛啊 是大四日菩薩跟觀音菩薩兩個法門 融在一起修了 所以這個 精三活佛啊 他念佛說 誰念阿彌陀佛啊 那大家在聽自己念佛號的聲音 誰念阿彌陀佛啊 所以夏老說呢 彌陀叫我念彌陀啊 彌陀教我念彌陀 我念彌陀心彌陀啊 彌陀彌陀直念去啊 原來彌陀 原來彌陀念彌陀啊 這個有點禪意啊 我就不亂解釋啊 你們自己悟啊 念佛即是至興獻的 至興獻時幫念佛啊 念即見佛成佛死啊 念即見佛成佛死啊 三跡同死無先後晚 這都是夏老啊 他老實念呢 領悟出來了 很有味道啊 這個黃老十四萬生呢 他已經是密宗的上司 禪宗又正式開悟 這麼高功夫的修行人 他還這麼表演 他還這麼表演 太慈悲了 那末法 你只要掉以輕心了 就很難成就了 他的老人家不只往生前半年在表演 他晚年工作任務這麼重 他說每一天三萬生佛號啊 這個由美國啊 這些同修來請教他問題 陳德看他手上的佛珠啊 沒有停了 我們看了這這麼慈悲的善知識 他就是為我表演的 不能他程度那麼高了 他幹嘛那麼做啊 所以陳德看了也是很感動啊 所以就每一天不能少過一萬生 他真的做了很有受用 處理事啊 因比較不會急了 我會慌 那一天有同修 問到 我每一次都想不要發脾氣了 可是每次都忍不住啊 我說啊 你不能等到面對境界的時候 才在那要提起功夫了 你平常就要保持了 養兵千日用在一時 你行住住都要念佛 這樣你妄念少 心平靜 這個靜水照大千 你平常不會妄想紛飛啊 佛號多的話 你的情緒一波動啊 你很容易就看到了 你平常妄想紛飛 你脾氣快出來的時候 你可能也察覺不到啊 所以這個萬德鴻鳴這是萬病總治啊 我們現在所有不能克服的問題啊 就是沒有老實念佛啊 因為所有的問題都是心上的問題啊 你要吃這個心啊 這個念佛最好啊 所以還得下頓功夫啊 還得老實念佛啊 所以黃老說 不要求我們把念佛當唯一啊 要求我們當第一 這話很有深意啊 真正去做了 就知道他老人家建議的太對了 那我們 比起這個四十八願 尤其前命幾願呢 就感覺啊 往生了 天眼通 天耳通 宿命通 啊心通 大家讀著這個經文呢 有沒有越來越想去啊 尤其我們還盡點力啊 在鴻滑正法 在互念他人啊 覺得自己的能力真是太不足了 太有限了 往生呢 才真的能幫得上忙啊 你 越經歷事情啊 這個求願往生的心越切 哎 決定要去了 我才幫得了別人啊 才幫得了身身世世的 父母 家親眷屬啊 甚至是 冤情在主啊 啊 這個畢竟是我們做錯了啊 我們要有能力啊 才能幫他們 這樣 黃老說到了 常常想著啊 我們還有很多過去生的父母 在地獄 受罪啊 我們就不容易懈怠了 因為學佛都知道有過去生啊 好 所以這個 這幾院 這個師長 老人家都有提到 我們為什麼會 受苦 因為我們迷惑 迷惑了就造業 造業了就一定要受爆了 最終他迷在哪 不明因果 所以我們假如有 宿命通啊 哇 那就很清楚啊 這個自己過去生呢 是因為造了什麼惡因呢 才敢這個惡果 看清楚了 如煞未因呢 覺悟了 不再造新疆了 當然現在念佛啊 這個四十八願還是加持的 所以我們學佛的人呢 隨緣消就業 不再造新疆 這一句話對我們非常重要 你造新疆啊 又在跟六道輪迴打交道了 目標是極樂世界喔 挺決心要高喔 那當然這一句啊 要做到啊 要下一個決心 我不再搞六道輪迴業了 從前種種 譬如昨日死 我們以前的生口一眼 照做了 懺悔了就好 不要再一直想了 一直想啊 又是輪迴星到輪迴業了 所以張家大師那個指導非常重要 什麼叫懺悔啊 後補再造 我也遇過同修 以前呢 殺業比較重 常常一想就難過 我說你從前種種啊 譬如昨日死啊 而且呢 過去生你有傷害眾生呢 那也是個緣 你要轉 不要在那裡懊悔 轉念 我把他轉成法源 哪怕他現在在我身邊呢 要給我討債啊 我每天精靜念佛啊 他一看你這麼精靜啊 他可能就被你感動了 而且他在你身邊呢 你每天 修行的功德啊 都是回向累劫 這些有緣眾生 你這個心呢 真誠 就感通了 那就轉 冤青了為法旅啊 所以念頭能轉過來啊 沒有壞事啊 那惡緣不都轉成法緣了嗎 不要再糾絕過去了 最重要的是當下 絕悟了 當下 此義理在身之身也 為眾生而精靜了 為正法久住而精靜了 道義之身呢 無情不能修道啊 人還是要講道義的 講情義的 所以師長這裡分析了 有宿命通啊 自知了 有他心通啊 人知人了 我們要互念他 我們給他講的話呢 就能氣他的極了 而且能往生之後啊 這個六神通恢復了 而且這個恢復的程度啊 是八地以上菩薩的神通力啊 那佛是不妄語的啊 所以 這麼大的機緣被我們碰上了 如是妙法性聽聞啊 因常念佛而生喜啊 大家有沒有覺得自己的嘴角 越來越往上揚啊 你常常想著 哎呀我怎麼這麼幸運呢 遇到這個法門 那你就常常歡喜在念佛啦 因常念佛而生喜啊 所以無量壽經這一句 是不是我們現在的寫照呢 而且不只我們要念得自己歡喜啊 受此廣度生死流啊 佛說此人真善有 我們現在心同阿彌陀佛 怨同阿彌陀佛 我們現在為人演說啊 讓人家看了哎 學佛好啊 你進一步再把這個法門 介紹給他 所以往生這個不是自己修來的 這是道德的 一往生就有這個能力了 這是阿彌陀佛 有果地四十八願功德加持的 這是他老人家千億歲的修學 五節的圓滿成就 我們前面學習到的 所以這個念阿彌陀佛的恩德啊 好 好 我們看到呢 這個西方極樂世界 都有他心志通啊 我們儒家講聖讀的功夫啊 聖讀就是沒人看到的地方 都不能放縱息氣 都不能放縱息氣 那這一段念文呢 也是呼應 我們大四神光第28題的 佛告阿難 比佛國中諸菩薩眾 西皆動事徹聽 八方上下去來 現在之事 諸天人民以及 以冤非軟動之類 那就包含一切六道眾生 心意善惡 他起的念頭都知道了 口所欲言 我們嘴巴想講什麼 他們都知道了 何時度託 連我們什麼時候能往生 得道往生皆欲之之啊 老婆上好像說他讀到這一段經文啊 他說他寒毛都豎起來了 好 諸位忍者啊 我們讀到這一品 結果寒毛有沒有豎起來啊 這個以前在世書大學裡面 教導我們 聖讀的功夫啊 怎麼用呢 就要當作啊 沒人的時候要當作拾目所視啊 拾個眼睛看著自己呢 拾手所指啊 拾顏乎 拾顏乎 你這麼一想 哎呦 不能不能放放縱啊 現在不是拾目啊 也不是拾手啊 現在是什麼 清淨海會眾菩薩 我們一起念頭 他都知道我們騎什麼 我們說什麼話他們都知道 我這麼一想 沒人的時候都不敢亂來啊 都想著我以後還要見清淨海會眾菩薩啦 現在在幹這些事啊 以後見面太不好意思了 好 所以這些經文呢 我們能拿來思維啊 拿來觀照啊 很有受用 極樂世界 極樂世界 清淨海會眾菩薩看著 甚至於啊 老和尚正看著我們 我們離去的 祖先 清人 正看著我們 我們這麼想啊 一種責任心提起來了 一種啊 不辜負的心提起來了 一種自愛的心呢 提起來了 總不能讓佛菩薩 這個祖師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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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夺其魄呢 天要降祸了 先夺其魄 忧忽 昏惰 就是懈怠懒惰了 忧忽 这个没有努力的方向目标了 还自欺是非 所以演过是非 那这个是天夺其魄了 所以我们要不自欺 不欺人 内不欺己 外不欺人 上不欺天 君子所以圣独也 圣独的功夫 所以市长这里已经提到了 我们起心动力都瞒不过清净还会众菩萨 所以我们配不配参与他们的法会啊 阿弥陀佛纵然慈悲接引我们 这些同学们不接受我们了 那阿弥陀佛也不会来接引了 其实是不相应的 那阿弥陀佛纵然慈悲接引我们这都得要想到啊 那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啊 那我们普贤行要把这个频道接上 那是净土啊 我这里不能再搞人我是非啦 不然不相应啦 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啊 所以这个刘树瑜老师啊 有三句话 应该是四句了 这个法语很好 他提到了 我心里不装人 装人爱真多 大家想一想 我们一想到人是不是 喜欢这个人 讨厌那个人 我心里不装是 装是是非多 我们会去想那些事啊 可能都会牵动是非人我 我心里不装物 装物贪恋多 你心上还有一直想的东西啊 那可能你对他有贪恋了 大家最近有没有很想吃什么 有的话呢 可能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身体需要 一走呢 是你很喜欢吃那东西啊 忍不住 一直想 刘老师说的 他不装人是物 他心里就装阿弥陀佛 给我们指导的很具体啊 我们的心地要清净啊 所以老上说的 我念佛人心地要清净啊 要正大光明啊 不做一点亏心事情 因为那个 你谁也瞒不了了 别干那个亏心事啊 别人对不起我可以 我不能对不起人 别人骗我可以啊 我不能骗人 为什么 他们造的是轮回业 所以我今天照做要深西方 别人怎么做啊 这个我们 阻止不了 我们只能互念他 我们阻止不了 但是我们自己要走什么路啊 那每一步自己要走得清清楚楚啊 而且 别人对不起我 别人骗我 我们身性因果 也不会动心 甚至会欢喜还债 跟大家复习一下啊 有一个sticker 别人怎么对我啊 是我的因果 我怎么对人呢 是我的修行 我现在是要去其他世界的 对人要 无限显安 礼敬 供养 绝对 不恶意啊 像他人 对师长这一句开解的很重要啊 我们今天照做要深西方 我的一切要用西方极乐世界做标准 西方极乐世界的标准就是48元 就是无量寿经 上所说的 我们好好地去做到 去落实 所以受持无量寿经呢 不能跟众生计较啊 心里还想跟谁计较呢 那放下了 于诸众众生 失落自己也不能计较 受持无量寿经啊 不能强势 和言碍语 和言碍语 劝欲侧净 和言碍语 在词人 这些态度 那师父在讲到这个神族通愿呢 就说到了 西方世界修行进度非常非常快 决定不对转 因为不是接受一个佛的教 不是接受阿弥陀佛一个人教化 每天可以参访十方一切诸佛 所以一生一切生往生极乐世界呢 生极乐世界就生一切佛土了 于音念情啊 骗游十方诸佛 我们去供养十方诸佛啊 那供佛啊 佛一定会为我们说法 所以每天听多少佛法 多少佛跟你说法 所以进步当然快了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无比殊胜 怎么能不去呢 无量极来 稀有难逢之一日 我们把它掌握住 这个我们时间到了 有没有哪一个忍者分享一下 这段时间 这修学四十八院 自己有没有哪些受用 或者学无量寿经哪一句 你真的去落实了得到受用 甚至于你落实的没有受用 打了败仗也可以分享 大家一起 这个切磋可能就有对策了 我现在这么一问了 大家频道还没有转过来 本来处在听的频道 现在一下子就要讲话了 频道有点转不过来 所以我们很容易有助 敬坤有请 阿弥陀佛师傅好 你好 敬坤想汇报一下自己的心 是这样 敬坤以前是参加很多体育活动 自己的好胜心很强 的确也很享受在战胜 自己和战胜对手时候那种感受 觉得非常的喜悦 但是这又和 自己修行的时候的那种 清静和心平气和的感受又不同 所以就想到之前听老法师说 布施能够增长自己的福德 但是忍辱才能成就这个功德 就想在我们在人世间 其实很多时候都要与人相处 譬如很多人提到说人生 有一点阅历的人都会 在往这个人生的金字塔走的过程中 有的人为了家计 他就得要处理各种复杂的人事环境 他内心中不想竞争 但是总是难免会遇到嫉妒障 甚至是说遇到一些 他不想承受的一些压力 那么怎么才能够跟这些压力 很好的相处 敬坤是觉得有时候会遇到一种两难 譬如说你不想竞争 可是你家中的这些 好比说妻儿还有这些 英镜的这些长辈需要去修养 是如何一个心态去做 第二个是感觉到休学的路上 有可能这个缘就是一个出发器 有的时候遇到这些缘 比如说想做的时候 是认为是想帮助其他人 但是如果自己能理 有可能还被拉下去 这个是金坤姐的在修行之路上 路上的一些自己感觉比较深的地方 也请师父多多开始 虽然说师父已经告诉我 很多时候都提醒 不要去想条件以外的东西 不要去处罚 第二点是多年佛把这个损失的业长 不要等到业力发动再说 或者说等到业报现前就太晚 那么为什么这个院不强 金坤上个礼拜看这个我们读学院 读十三一道经 好比说这个七正到八 这个后面说的三十七道经 老法师说其实没有根 因为这个没有这个我们的思念处 也没有四正秦 那根本就不可能有四如一族 这四点没有后面的五根五粒就没有 性根就没有 很难成就 首先第一点 我觉得这个人世间很多享受 都算不享受 什么都是卫生也很多 就是感觉思念处是很重要的一点的 为什么我们五十进坤了 就是为什么还是觉得这时间挺好的 就是好比也是觉得家人也很好 就刚才刘苏云老师说 他心里不专利的人就不会有哀憎 那我们所侵害的很多 妈妈被儿子被女人也放不下很多 就是这种心理上的确是尽管有一些 这种矛盾和这种走不出去的 这些一些心理上的一些东西 谢谢师父 感恩师父 谢谢敬坤 首先他会问这些问题 也是在静缘当中 有在往内观 那他才会重视到这些状态 所以维尼大师说观心为要 这个是修行的一个重点 刚刚提到你在体育活动当中 胜了对方 感觉还挺痛快的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 论语当中说君子无所争 避也色乎 依让而生 下而隐 其争也君子 你看这段话就很有味道了吧 以前比射箭 射箭他就是在修行的 从这个射箭看出我们的心定不定 射有似乎君子们 施诸真骨返求诸其心 假如射了自己气高一丑 马上承让承让 你看我们现在看这个世间的球场 自己得分了胜过对方了 马上那个态度就非常瞧不起别人 那这个 这个风气不可长啊 还是要连这个体育运动 还是要回到论语 当中呢 不然在这些境远的都容易堕落的 人心巍巍啊 人的心是变化很快的 你一不小心啊 他就再往下度了 你一不小心 你理不够明 我说理得心安 你理不够透彻 你理不够透彻的 外在这些风气 就很容易动我们的心血了 大家都这样啊 心就开始有点痒痒的了 所以师长常用理得心能安 你说竞争 这个现在普遍都是强调这个竞争呢 首先这个竞争的心念能不能得福啊 福田靠心根呢 所以你理明了才不会随波逐流了 当然不是不让我们积累财富 重要的是你积累财富是为了追明逐利 还是尽好你的责任 还是表好你的法 就像我跟大家 有推荐过 我们一位 同修他们夫妻啊 都是演员 他以前受到那个风气啊 晚上都去约这些 比较在他们那个演艺圈呢 比较有影响的人呢 要去巴结他们呢 请他们吃饭呢 讲好话也搞到最后也没赚到钱 眼睛还得了清光眼啊 后来实在太惨了 想起曾经有人送他佛书啊 他就开始看老上讲经了 他开始布施 他的经济都改善了 事业发展起来了 在疫情过程呢 很多演艺人员啊 去外卖了 做外卖了 甚至于去工地搬东西了 他没有细拍了 他就失业了 可是他们疫情期间 工作都没有受影响 片月也没有少 那这个都是他修来的 所以真的了解了 命里有时终须有啊 该是你的 跑都跑不掉 不是你的 强求不来啊 我那我们 跑跑 积德行善 然后我们自己的果报 也很殊胜 这个 先以欲勾签了 我们果报殊胜呢 让亲戚朋友看得深欢喜心啊 好那 在后令入佛制啊 所以老上也是表演给我们看了 三种布施做得很圆满 所以他财富自在 说法自在 包含延寿了超过一倍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榜样 那当然你刚刚也提到了 这个37道瓶 这个前面是基础 所以阿弥陀经也提醒我们了 这个极乐世界修学 五根五立 七菩提分八胜道分 没有讲是面处 是正强 是如意足 那代表什么 代表往生你要先有这个基础 其实细细想讲很有道理 因为四念初第一个 万身不静 你贪爱这个身体就是轮回星了 出不去的 那因为这个四念初就是看破 没有看破 你就放不下了 你世间有放不下 哪个人是物那就留在六道轮回 所以你要爱情人还是要理智 还是要用智慧 不然只能一起在轮回当中转 说婆有一爱之不清 灵终被此爱所牵了 所以佛家常说三界通苦啊 我们现在觉得挺好的啊 怎么会三界通苦呢 八苦 我们现在所感觉不错 亲人之间满相爱的 但他会坏啊 坏苦啊 真正因缘取变化了 那痛苦就来了 爱别离苦了 所以我们只要洞察这个真相 你不能只看眼前了 所以佛为什么要出家修行 你再好的亲属解决不了生死问题了 还是要去轮回了 这个我们常常思维一下 亲人之间很相爱 那你珍惜这一份相爱 要去成就他 要解决问题啊 没有出轮回就解决不了问题了 这一份情意啊 就转成一种修道的力量 所以我们对六道太俗了 确实会感觉挺好的 所以一般临终的时候啊 亲人最好不要接近 他容易起情 情感 一起来在那个关键的时候就把你拉走 所以这个海贤牢上说的 不要让人家注念 他那个方式是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因为人家注念到底谁会来不一定 他都是百分之百的把握 我们听老上讲美国一个同修 儿子到了美国发展 他也去帮忙 后来有一天家里的人回来了 看到他自在往生了 旁边啊 儿子孙子的校服啊 他都做好了 代表他知道他杀手走啊 他怎么没有跟家里的人说啊 因为跟家里的人一说 家底的人一舍不得 讲一些话他会不会动心啊 很难讲啊 所以不说为好啊 这个是做事啊 考虑得非常谨慎周到啊 拿这个胜券在握的方法 所以这个我们也有一个同修也是说 临终的时候最信任的亲人 就是学佛的亲人跟最信任的朋友 就走来了 其他的别给我找 好不然刚好找一个同修 他看不顺眼的 一下子那个念头又上去 这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靖昆的问题 谢谢师傅的开示 是这样的 理事这样的静昆境界还不到了 但是现在这个状态 但是要试想好 对 但是你有感觉到 你就慢慢会有警觉了 而且多熏悉啊 真的考虑事啊就 考虑的深啊 考虑的远 人不能只顾眼前啊 所以祖师劝我们要真畏生死发菩提心啊 你不处理生死啊 问题没解决啊 还得长节的轮回啊 自己要有这个认知啊 在带动有缘的亲戚朋友 走这个觉悟的路 要转啊 转情缘为法旅啊 但愿人长久 唯有念弥陀 亲眷勇团聚啊 法界逍遥有 好 那个 跟大家汇报啊 最近感觉啊 体会这一句何不于强健时啊 努力修缮 愈何待乎万 我们现在外在的缘不好啊 饮苦食毒啊 胃肠灵喜啊 今天你要保证你每一餐吃的 都没有忍物吗 你看这个供业厉害吧 有一个同修问到了 说他的父亲啊 突然很快的 老年痴呆了 不祭祀了 现在这样的老人越来越多 我们自己回想一下 我们小的时候 你有听过那个老人痴呆了 记不得路了 我好像小时候 没有这个记忆 等我20岁了 有了 这个业越来越强 然后小的时候吃的东西 所以染污的少 现在染污的太厉害了 那他就有提到啊 那这个怎么办呢 那你身体出问题了 不离因果啊 那他也有助缘呢 因是什么 无微不失 没有做 甚至有伤害到众生呢 等到这个业力现前呢 果相现前 所以为什么说 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缮 你在强健的时候 勇猛精进 急功累得 这些种下的业啊 会种罪情报啊 会化解掉啊 你等他现前呢 就不好化了 现在这社会的现象 都在给我们 说法 身体的问题 我们要赶紧修啊 万德鸿鸣能灭重罪了 不能等到身体不好了 包含心理的问题啊 心理不要装人事物了 要装阿弥陀佛了 不然啊 心理装负面的东西啊 装久了 自己的身心都受损了 所以老外上说 自爱啊 我们不要用真心来装垃圾啦 装纯净 纯净纯善的心啊 不能装垃圾了啊 要装万德鸿鸣了 结果跟他交流完了 他说他就是呢 去放生啊 很有感应 一放生 他附近的状况就改善一些了 所以你修这些功德啊 都能够化解业力的 但是就是感觉到啊 现在业力甚大 不能不精进的用功啊 我们只有精进用功啊 才能共业当中啊 有别业 物能呢 要以轻心啊 你说我们到时候搞个老年痴怠症呢 那咋办啊 那那不是把我们无量节来 稀有的机会给耽误了吗 好 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